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到长沙文食米 这间之前都见几多人讨论 所以我们决定来试一下好不好味 环境感觉都可以 正正常常的一间小店 很光芒 桌面有QR Code可以用手机自己下单 也可以像平时一样 和店员直接下单 我觉得都挺方便 米线是28元起 而凉皮是30元起 之后每款菜再加7-15元 星期一至五 下午3-6点有下午茶套餐 虽然不能选配什么菜 已经配好给你 但可以加菜 所以可以加菜 学生也有优惠 会送汽水 有一个小小的自助区 水是自己倒的 这道小食也有很多选择 我们叫了凉拌窩笋和尖椒皮蛋 卖上不错 这碟挺漂亮 蜗笋的口感也挺爽脆 每一块的口薄差不多 凉拌汁是挺酸和挺咸的 微微辣 大一点蒜香味 整体来说都可以 不过吃到后面的几块 会觉得很咸 要配着米线吃 而尖椒皮蛋真的不一样 最主要是皮蛋不行 配喉喉 接着配酱汁也不觉得很惹味 非常一般 最便宜的咸茶就是这个 猪骨浓湯米线配腩肉 36元 物形里面是有葱花、芽菜和腐皮 米线来到的时候都很够热 有很多块腩肉 而且都挺厚 是大皮的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厚 肉质有点硬 而肥的和皮的部分是爽爽的 米线比较软 是偏滑的那种 汤对也可以 猪骨汤甜甜的 挺浓味 招牌涼拌凉皮配老水 是38元 有不同的辣度选择 想大辣的话要加2元 特辣要加3元 不过我们不用担心这一点 我们叫的是BB 里面有些芫荽、炸黄豆、青瓜絲和麻醬 其实我们的凉皮不是很熟 是不是有不同顏色的呢 不知道 我们还一直以为它比错了 我觉得我吃过是偏白色的 这间是有点像粗薯粉的颜色 口感是烟韧偏軟的那种 它没有麻醬的香味 而且BB辣也挺辣的 是很攻击很辣的辣 一点都不温馴 轻微大一点麻的感觉 但整体来说不是很香 拍了一会才发现它没有给我们 原来是漏了 问它了它就立即避回我们 啊这碗东西 有这么多问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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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水主意它的汁很黏 它是后面冻了它就直接瓊了 咚咚咚咚 哈哈哈 主意的口感不是很爽的那种 是偏软软软的 都挺入味 我们选了热奶茶和冬豆浆 两杯都不用加钱 其他冬饮要加3元 特饮要加4元 每次想试不同店的豆浆 每次都是它 不过味道是ok的 其实有好有不好的 我觉得以前喝到不好喝的豆浆的机率 比较大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 要是很多粉 要是酸酸的 要是很淡 但现在就是同一个味 是不是我们之后看到豆浆 都不用特别去喊 要是装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奶茶的茶色很深 浓到是有点苦味的那种 奶味比较淡 但它又不是难喝到很难喝 你明白吗 它不是说好喝 但很好喝 哈哈哈哈 以今次我们选的食物来说 我觉得泡泡通通 但价钱不算很贵 如果去开附近 又不知吃什么好 我觉得这家也是其中一个选择 是出池子 请很快 嘻左 转抢 粉絲 但我覺得也好過…… 好…… 過…… 哈哈哈哈 好過…… 哈哈哈哈 物認了是有蔥花豆菜 哈哈哈哈 還有阿皮 哈哈哈哈哈哈 多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關這條影片的資料 可以在後面的報告找到 如果等到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訂閱旁邊的頻道啊 拜拜